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妙哥 这是过来试驾刚上新不久的 肖克 这一次换袋之后 看一下这个新肖克 它的整个驾驶体验会怎么样 在类似这一块 实际上走的还是成熟稳住 因为基本上都是新色系的配色 再加了一点点镀铬条 然后车机这块 我们看到它也是可以支持连网 在类似材质这块 用了软线的皮质包裹 这里有个弹硕的材质 一改我往日对日出的印象 然后整个风格走的还是比较稳重的居家风 然后我们看一下后排空间 在后排这块作为警示型SUV 现在很多布区 把坐垫的长度减少 偷坐垫 然后我来坐下看 还好 他们家坐垫没有算刻意去减短 偷坐垫 而且中间的地台高度也还作为 所以这个男友才说它不算太高 就是口用性还行 在围线空间这块 它不是个纯屏的 它是有一个凹陷 凹陷之后 这下面是留了有备胎的 这虽然是一个非全齿轮备胎 但总比没有备胎墙 备胎下面这里也做了一个 总体发现它是白色的那种 比较环保的隔壁面 这也是超出我的预料了 整体的后备箱空间呢 其实日产在这种小车的空间 利用上还是不错的 就是空间的口用性 对于普通的家院 就是你不是平时经常大包小包 这个东西的话家用 基本上还是够用了 所以它就是一台定位为 家里面作为三下班代步 这么一个家用车 这次换代变化最大的莫属 这个发动机了 这是一个跟戴姆勒共同研发 也就是跟奔驰同源的一个1.3T的 4缸发动机啊 我书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我把它盖个接给你们看 1 2 3 4 4个这个点好线圈 这是4缸啊 不是3缸 这套发动机呢 能够提供进攻率155匹的马力 然后呢276米的扭矩 马力这块呢 就是目前放在同价来说 不算这个特别突突 但是扭矩来说 这个276米其实还算是不错了 配的是这个CVT的变速箱 所以整个这个组合呢 感觉的扭矩还是比较突突 我刚才上车 瞬间眼前一亮啊 就是它在经过 就是很窄的路的时候 三热约圈景突然练起来了 我这不是没见过三热约圈 我见多了 但是突然这路是细车 三热约圈景 搞得这么清晰 你让我有一种不习惯的感觉 你知道吗 这都是死世纪改变啊 在一远盘这块呢 它也换下来全液晶一票 而且我还发现它有这个抬手显示 估摸的应该是高费车型才有 我们现在是在用的运动模式啊 油门生产之后明显能够感觉到 这个车的这个吼叫声 这种小排练窝能增压 就是那个感觉 整体来说我上一代的这个 销克其实我也开过 就是这一次升级之后 在动力就是低速这一块 起步啊包括这个扭矩这块呢 确实因为增加了嘛 感觉比上一代销克就是猛一些 但是在响应这一块 就是发动机跟变速箱调节这块呢 这种CVT的变速箱始终还是感觉 有那么一点点不是很积极 虽然这次呢 它从原来这个干带改成这个干链了 但实际上 改成CVT这种特性还是在的 你看我现在加个数 油门生产 好它会有一个延迟 延迟之后慢慢这个速度才提起来 提一回速之后 你才感觉到它这个劲才能使出来 前面老感觉就是变速箱 多少还是有点滑滑的感觉 所以你要是喜欢大脚 油门大脚刹车 开车风格比较激烈的话呢 那么这个车你开起来可能 有点愚昧有点压抑 但是你要是开车风格比较柔和 属于稳重型老司机 那么这个车开起来呢 可能会比较补合你的胃口 它现在呢是带这个 262级别的这个驾驶幅度 可以实现这个车道保持和这个 日式驶巡航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室里面 我现在使用的自行巡航 在室里面的话 由于这个车道线 可能曲率比较大 有时候变来变去 车也比较多 所以这个可用程度为一般 但是高速的话 我上次这个试驾起运的时候 高速还可以 在底盘调教这块呢 虽然说这台车定位偏家用 但是呢它又想去追求 那么一点点这个运动的感觉 所以在底盘调教上 你会发现 我刚才在过简直干的时候 后面的这种弹跳感觉 就是还是会有一些 然后呢整个过程中就感觉 砰砰 然后就会有一个这种弹跳的感觉 我刚才呢又特意开的平缓一点 这个示范一下 其实这个它的油门响应 还是比较积极的 如果说你真的驾驶风格 不是很激烈的话 这台车呢就是油门响应 现在比较积极 而且呢你前踩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很积极的反应 但是你身踩的时候 它就真的感觉有多脱节的感觉 这个时候呢整个车 如果说你开的比较温柔的风格的话 其实车开起来还是比较轻盈的 所以很明显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居家风格的 一个紧凑型SUV 整个世界的情况来说 它还是定位为 就是一台十几万的这个家用SUV 而且呢这个车本身也不是说特别大 如果说你平时上下班 代代步 然后要求这个油耗也不会特别高 然后呢你也认可 东风产它的一些这个品牌也好 质量也好 就是作为一个家用车的话 其实它是这个合格的